那我先請教晃哥是這樣的 因為林又昌有說 1月31號晚上 他說謝國良有兩場指揮的會議 對不對 那我們昨天律師陳奕文 他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他也拿出了照片 有看到 雖然稍微小稍微模糊了一點 但是謝國良出現在市政府前面 有沒有 沒錯 那另外是陳偉傑 是國民黨的新北市議員 他說其實金融市政府夜行net 他們有匯報 其實謝國良也是知道的 然後他講到這裡 我們要看的是 金融市政府台面上的發言人 余志明他說 他參與包括有交通處 也在這裡面 是為了要了解過程中的釋法性 絕對沒有下令警察要來配合 你相信嗎 來這張照片 據說是Net員工拍到的 我相信合理 為什麼 因為Net員工一定知道 會發生什麼事 對 所以大概就有人 守株待兔 對看到了 在守株待兔都看到 好這個 雖然小一點 這樣看得出來 這個圈圈圈起來 就是謝國良 旁邊那個是楊志祥 就是基隆市的 中二派出所的所長 副所長 對副所長 所長很聰明 所長不在 副所長在現場 對所以分局長比較笨 好 那天晚上大概是十點半 請注意這是1月31號的晚上十點半 而整個行動發起的時間是在2月1號凌晨大概12點20到12點半之間 也就是說這個事情發生了兩個小時 警察就衝進去了 好 所以謝國良你知不知情 你當然知情 為什麼呢 我來告訴大家 雖然我沒有證據直接說他下令指揮 但是呢 請問這件事情 東岸商場市政府主管單位應該是交通處 如果謝國良想要了解說 這個案子的進度怎麼樣 他應該找交通處處長來 那你為什麼要找警察局來 這是第一件事 所以顯然警察在這個行動裡面 他是有角色的 那警察角色什麼 這又不是抓槍擊藥犯 也不是在抓什麼毒販 什麼都不是 就是Net商場裡面也沒有這個刑案發生 也沒有現刑犯在裡面 警察要攻堅 所以警察在這裡面角色只有一個角色 排除障礙 這個障礙是什麼 這個障礙可能就是商場的門所 然後Net的委任律師在裡面 好 所以當天現場的情況就是這樣子 來 這個就是被拍到跟謝國良進去市政府開會 這一位中二派出所的副所長叫楊智翔 就是他 他在現場被拍到 你講這樣太淡了 門一開他衝第一個 對 這個第一個被拍到就他 來 你楊 楊副所長你有兩條路 第一條路將來升所長 第二條路到看守所 這個嚴重 這個是強盜罪 強盜罪 現在謝國良感覺是要把責任丟給警察 謝國良沒有要扛 因為他說我都不知道 我沒有指揮 跟我沒關係 等一下我來告訴你 他有沒有指揮 這是所將在開門 好 排除障礙嘛 所以警察要在場 這個分局長更聰明 穿便服 是旁邊有人出賣他說 保護分局長 所以被認出來 因為他剛到任兩天 大家對他不太熟 好 陳律師 陳一文律師說 警察說你不要為難我們 他說我沒有要為難你們 是你們在為難我們 好 這個事情 好 為什麼我說謝國良一定知情 晚上十點半 當中二的副所長 去跟他報告 他在報告什麼 合理的推論就是報告兩個小時之後 我們的行動 我們的警力部署 我要帶多少人 要不要穿制服 要不要穿便服 然後為什麼我們的分局長要穿便服 等等 然後報告 好 謝國良說他沒有指揮 他在玩弄話術 他當然沒有指揮 你覺得謝國良會蠢到說 那個分局長你給我帶隊去 我限你20分鐘之內完成攻堅 謝國良不會下這種命令 但是警察也不是笨蛋 我跟你講警察能幹到副所長 大概都老油條了 他們通常在報告完之後 報告 請勿規劃 我們動員多少警力 因為光中二派出所 人力應該不夠 我相信應該有從分局調人 因為現場有刑事組的 分局才有刑警 派出所沒有刑警 所以應該是從分局 要調人來 來支援 好 整個請勿規劃之後 最後警察一定要加一句話 以上報告 請市長才是 那這時候市長怎麼說 如你 市長大概點頭 或是搖頭 或是說 好 就怎麼辦 難道市長會說 我沒有吸毒嗎 應該不會 在那種場合 應該不會這樣講 好 市長點頭 這顯然是點頭 因為警察去執行 那請問 點頭算不算下命令 謝國良你告訴我 點頭算不算下命令 這個事情 現在已經到法院 因為內特委任律師 是以強盜罪來提出告訴 將來到法院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 檢討官正進入法院的時候 法官或檢討官一定會問 問這個楊志強副所長 好 你們當天晚上十點半 有沒有去見謝國良 如果沒有的話 那沒關係 我們調閱市政府的監視錄影器 因為市長是附近 一定有監視錄影器 我們調閱 有沒有人進去 有照片為證 好 有 承認了 那你們進去講什麼 副所長說 我怎麼樣 我跟市長報告勤務部署 那市長如何才是 這時候楊志強要怎麼回答 市長睡著了 沒聽到 還是說 市長說不可以 我好大喜功 我硬衝 因為我想升官 還是說 不要亂說了 對 還是說 副所長也沒有在傻的好不好 對啊 還是說 市長說照辦 好 不管怎麼樣 你謝國良 你逃得了責任嗎 你當然說我沒有指揮 可是指揮在行政體系上的定義是什麼 直接下命令叫指揮 部署報告你同意也叫做指揮 所以謝國良這一次你逃不掉 這是你一定有指揮 那好現在問題就在於說 為什麼市政府的這個 這個陳偉傑 我覺得陳偉傑一直在 布尿七阿彎 因為侯友宜不讓他選立委 這件事情他很生氣 所以一直在布尿七阿彎 他說謝國良知情 你是在打臉謝國良 謝國良一開始是說 他不知情 後來是林又昌 昨天提問之後 他才說 有啦 有啦 我們也不是 有簡報 不是沙盤推演 是簡報 好 那請問 簡報跟沙盤推演 只是說詞上的不同 我跟你講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他就有出現在那個現場 是啊 所以謝國良這件事情 你事先是知情的 而且我的推論是 根本就是你下令 因為我跟你講 這些警察 基層的援警 他不會說吃飽 換腰啦 市長沒有下令 我沒事我去攻堅 我找手將去拒門 你覺得有可能嗎 你連身體有哪有可能 這一定是市長 有下達命令 下了一個死命令 2月1號幾點以前 說清晨6點鐘以前 我要看到這個賣場清空 大手給我換掉 一定是下類似這樣的命令 所以警察才會這麼拼命去做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2月1號這個事情是關鍵 因為謝國良 你到現在為止 你沒有辦法給大家 一個合理的解釋 為什麼我要採取 如此粗暴的行動 這件事情 它有很多種解決的方法 你選了一種 提供政論節目 最好素材的方法 特別今天是228 我們又回到1947年 當時國民黨軍隊去抓人的時候 也差不多是這樣的情況 只是當時的軍隊現在是警察 只是當時有死人 現在沒死人 差別在這裡 其實本質上一樣 就是你的行政權 已經完全超越了司法權 人民的生命財產 是受司法保障的 而且這兩天 有人把他跟張通榮類比 我覺得謝國良 比張通榮可惡 張通榮只能說他白目 去關梭酒駕 對不對 但是謝國良 他已經超越白目 我覺得他是可惡 你明知這件事情 有很多種其他解決方法 你為什麼要如此 這種強制用行政權 用動用警察權 去排除一個 並沒有犯罪的現場 來 吳征 那我要請教 因為現在有一些證人 那如果是副所長 被叫去問的話 你會對他有什麼樣的 法律諮詢上面的建議 這個就是 我想這個時候 千萬不是成英雄的時候 過程中有什麼樣的 有什麼樣的 說到什麼樣指示 當時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希望說 這個副所長 一定是要一無一時 把他還原出來 說不定警察有開密錄器 就開會的時候就開了 對 那才能自保 因為我們現在討論 其實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這個未來可能都是 甚至要涉及刑責的 那先講這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其實非常關鍵 也就是有人拍到 一月三十一號晚上 謝國良市長 在基隆市政府面前 然後旁邊是這一個 派出所的副所長 就是所謂現在傳出 一月三十一號晚上 從傍晚到晚間 謝國良有參與 這些行動會議 這個樣子 那為什麼這一場 這個照片非常重要 因為理論上 謝國良人是不可以 出現在這裡 就是說這張照片其實不應該存在 謝國良人不可以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謝國良很清楚 我相信所有台灣人都很清楚 說一月二月一號凌晨晚間 基隆警方做的行為 是與法無據的 是說不通的 是到現在基隆市政府 都拿不出一個證據 拿不出一個文件 證明說到底當天晚上 警察率隊攻堅破門 你的法律依據在哪裡 因為這個事情追根到究底 是一個產權之間的爭議 大日還有這個net 還有這個基隆市政府 就有產權爭議 財產權爭議 很簡單就是上法院 法院判誰對 最後怎麼樣 強制執行 你申訴 這就走法律流程 那怎麼可以在 完全你這個程序 完全沒有進入到 司法的狀況下 完全沒有任何的 憑據之下 警察就破門 就把你的門鎖尬掉 這是完全是侵犯 人的財產的安全 那我就問一個問題 所以是不是 以後基隆市 大大小小的案子 基隆市民 通通可以找 基隆市警察來處理 例如說 假如我是基隆人 我有個大哥 我這個爸爸 有一個房子 爸爸走了 然後我是老二 那這個大哥 現在住在房子裡面 我就說沒有 爸爸走之前說 房子要留給我 所以應該是我的 然後警察就來幫我 把這個我們這個周杵門 啪 踹開 破開 然後把老大踢出去 然後破開你進去之後 換你大哥又來 警察你幫我 我的那個二哥在那裡面 你幫我破除 然後再把他趕出去 不可以這樣嗎 對不對 不行 不可能 我也相信基隆市警察 遇到任何這種狀況 一定都是給你推回去說 這樣基隆市 這個你們上法院 基隆市任務以後 可以設1999破門專線 1999公二公 點交專線 其實昨天才剛發生一個案子 就是這樣 就是出乎糾紛 那基隆市的警察到現場以後 發現是出乎糾紛 就跟他說 你們這個是民事的糾紛 我們不介入 不介入 建議你們去各自找律師 需要報案跟我們講 但是叫我們介入 我們是不行的 一定是這個樣子 所以謝國良 他自己本人也很清楚 就是他當天 其實他不能夠 直接參與這個過程 所以1月31號他請假 然後那個相關的文件 他也是 讓這個副市長去覺醒 那問題是說現在鐵證如塞 已經被拍到了 他說說你確實當天 參與了這個過程 你是知情的 甚至很有可能你指揮 所以那變成問題是說 那變成問題來了 現在基隆市政府發言人說 這個市長沒有下令 他沒有指揮 他是到去了解釋法性 也就是如果根據 西隆市政府的說法 當天晚上 如果了解釋法性 那個法律系的 然後謝國良他自己也是法學的碩士 正常的話 他應該就知道這個是不OK的 所以他應該要 剛剛晃哥說要搖頭 不行 我市長說不行 照照理是這樣嗎 他說不行 連印度人 印度人都是點頭說不行的 如果照基隆市政府說法 就當天晚上謝國良市長 他這個時候已經不是 謝國良市長 他是一個基隆市民 而且是基隆市在地團體的一個主導人 就是都基盟 就是監督基隆市政府聯盟 因為我是來了解狀況 我來現場 關心基隆市政府 所作所為是不是都合法 他這個時候搖身一變 他又不是市長 他沒有行政權 他只是來監督基隆市政府 所以這種說法合理嗎 能接受嗎 有這種事情嗎 就是說我謝國良 本來是當事人 然後警察 基隆市警察 在當天的調度之下 衝進去破門 但是我現在回來說 搖身一變 沒有我其實在旁觀 我其實來檢查 你們有沒有乖乖 所以到底謝國良 這個他在裡面 到底是什麼角色 其實這個部分 到現在基隆市政府說清楚 那我必須說 謝國良真的是把火 自己放回自己身上燒 因為這從頭到尾 就是一個單純的財產權爭議 但是謝國良 現在把自己已經變成了一個 他生涯最大的政治炸彈